市議員指控高雄鳳山區的一名原警 将不服取缔的骑士尚靠带回警局 之后莫名其妙纵放了他 原因竟然是他拿了骑士六千块的贿赂 虽然警局出面澄清 说是骑士赔偿给原警的财务跟医药费 不过议员上午仍然召开了记者会 找来当时被逮的骑士出面说明 带您来听听当事人的说法 那钱是都给我的身份 他们也不把我抄身份 东西都拿来放在黄色小袋、塑胶袋 他们就看密路市看谁 来到过来跟我说 他是要求说没什么事啦 保护管理室啦 看我可以背中他们 一些疑惑会这样 我一个红派的人五十几岁的人 我一会背中他们两个少年怎样的悲惠会 我没有引人扭打 我是让他们两个撕在打 你敢听我 我没有引人扭打 那二十几岁的警察我就是五十几岁的人 他们两个 我一位我引人扭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得很 我就站著在那邊 那警員站在我前面 我說你冒扣也沒有扣警 就是這樣這個動作而已 他們兩個就壓過來 是不是因為你有動手去弄緊張的那個 對 這個我承認我不對 我在車上警車上我有跟他說對不起